一個灰塵這麼厚 手指頭輕輕一刮 窗面玻璃堆滿灰塵 窗台像是許久沒住人 工地在施工的時候 所造成的灰塵的汙染 工人維修 牆面直接留下一個腳印 瘡成這樣窗戶不敢開 新北市新莊這處高級社區 指控全是因為正對面的 紅燴廣場 上個月才熱鬧開幕 號稱新北市最大百貨廣場 現在卻被指指是個拍猝逼 去年紅燴廣場還是工地 施工風一吹 簡直沙塵暴 社區百貨展開協商 其中投訴社區 希望業者負擔30萬的 清洗大樓費用 另外一處受影響社區 則是70萬 但金額被拒絕 給500元的百貨禮券 但空戶不能領 也拒絕改發現金 就是以現金的方式 入到管委會的帳戶裡面 其他不夠的金 洗外牆的部分 不夠的由社區自己來處理 還是回覆就是說沒辦法 協商未完成 開幕時紅燴人員突然說 階段性任務完成 下台一鞠躬 人就此退出群組 讓社區好傻眼 不只如此 他們也被指控 施工期間 重車壓毀路面 後續趕緊修復 工人直接睡在大樓 社區門口 雙方中央開放空間 人潮垃圾 只顧人 兩周親一次 也是會帶來便利性嘛 那我們講有好 一定有他不好的地方嘛 那所以敦青木林的部分 他們確實這方面是做得 滿差勁的 紅燴廣場指揮印 將持續進行協商 但社區已經採取法律行動 最大百貨開在家隔壁 反倒以來一肚子氣 記者楊助成王玉竹 新北市採訪報導